您好 我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 中国艺术主任孙志欣 欢迎您来到大都会博物馆 和我们一起欢庆农历新年 今年的农历新年是牛年 今年的2月12号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也是牛年的开始 我们从博物馆的收藏中 精选了一批表现牛的展品 和几件戒展的展品 举办一个小型的展览 庆祝农历新年 在中国用十二生肖纪年的方法 已经有大约2000多年的历史 十二生肖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也是非常常见的艺术题材 这次展览的展品当中 有一组清代的十二生肖像 是用淡绿色的和田玉 精细的雕琢而成 造型生动 做工精湛 堪称是十八世纪玉雕的上乘之作 每个生肖身着长袍 席地而坐 手中拿着扇子 手杖 卷轴 花篮等等 各自不同 借以体现不同的性格和特征 而且每一件玉雕 每一个动物的脸都掉得非常的活活生动 这一组动物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排列 从左到右 是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每一个动物代表一年 那么十二年 每十二年呢 就是一个轮回 传统文化当中 认为这十二个动物代表了十二种不同的性格特征 比如牛的性格就是 情侃 忠厚 强壮 坚毅 几千年来 牛和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即使食物的来源 也是重要的劳力 从上古的商周时代 牛就是祭祀当中最尊贵 规格最高的祭品 牛的形象也用来装饰祭祀用的青铜礼器 比如这次展出当中就有一件成酒用的西尊 就像图左边这一件西尊 那么祭祀采用了牛的造型 另外一件 右边这个带有一个长长的嘴的这一件 叫做和 这一件呢 也是在博物馆的青铜级展厅中 长期展出的展品 你会看到它的面上有一个水牛的 就是两个非常细长角的水牛的形象 在农业社会里 牛的作用至关重要 春天的时候拉离耕地 其他的时候拉车运输 因为牛的力气大 往往是运载资重的主要运力 展览中有一件绿的卧牛 就是一个壮健的牛的生动血杖 用一块四十多磅重的墨绿色的和田玉雕成 体型硕大 身态安详 描绘出 一个牛在刚刚经过了辛勤劳作之后 稍事休息的这种形象 在中国的艺术题材中 牛和木桐也非常的常见 这次展览中就有三件 左上角这一件 是铜胎的掐丝井胎蓝 左下角这一件 是一件白玉的雕刻 中间的脚大这一件 是康熙五彩瓷 非常鲜明的颜色 他们表现的都是同一个题材 就是木牛 木桐和羹牛在田间小气的情景 木桐或是坐在牛背上吹笛 或者手指倒碎与羹牛相伴 神态悠闲 气氛轻松 表现出对和平 富裕幸福生活的憧憬 小童手里拿着稻碎 既是农业收获的象征 又和岁岁年年的岁字谐音 暗示着岁岁年峰的美好愿望 在中国的文化中 或者说在整个人文化中 牛都是力量 毅力和健康的象征 我们期盼着2021年的吉祥之牛 为我们驱除疫情 带来光明健康美好的新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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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